奥克兰大学的信息技术硕士要读多久 这问题真的好难回答呀 倒不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有多难 但是因为它实在是有太多种情况了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笼统的说清楚 所以我就做这个视频 然后通过举例的方式来向你们说清楚 你如果来奥克兰大学读信息技术硕士 你需要读多久 那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讲好了 如果你是120学分的话 那你大半年就可以读完了 因为就两个学期嘛 而且都是可以连着读的 如果你二月份开学的话 11月就结束了 如果你是7月份开学的话 来年的二月就结束了 然后是180学分 那我们假设小A和小B两个人读了180学分的课 但是他们分别是在2月份和7月份开学的 那2月份开学的小A呢 他就可以读2月份7月份11月份 三个学期连着读 一年就毕业了 那7月份开学的小B呢 他7月份上完之后呢 必须得休一个暑假 也就是11月份这个学期 他没有课可以上 那接下来两个学期呢 就是来年的2月份和7月份的 那小B读完这个学位呢 就相当于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 那同样我们剩下的三位同学呢 读的是240学分的澳大IT硕士 小C是11月份开学的 那他就可以连着读完四个学期 毫无障碍 所以他从今年的11月读到后年的2月 也就彻底结束了 那他的同学小D呢 是2月份开学的 他就会需要2月7月两个学期修完之后 11月的时候修一个暑假是没有课的 来年的2月和7月 再去修剩下的两个学期 所以小D是需要花时间最长的 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课给读完 那最后小E呢 是7月份开学的240学分的学生 他7月份上完学之后呢 11月份就要去修一个暑假 等到来年的2月份 7月份和11月份这三个学期 他是可以连着上把这个学上完的 至于为什么有的人必须要休暑假 有的人却不能休暑假呢 因为有的课在11月份这个学期是没有的 那具体的话请参考我之前的 奥克兰大学信息技术硕士的 三种学制的那一个视频吧 那我的评论区有没有在澳大读 信息技术硕士的人呢 出来冒个泡吧 祝大家都学业有成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